Hello,我是Nita 這次要跟你們分享也是一樣要去參加活動 然後呢就想說手邊有收到一些新的PR商品 然後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我可能會主要是分享這一盤 OFRA的眼影盤 第一次收到他們家的PR 所以想說終於寄給我了 好,我來拍一支給你看 首先呢我想要就是用眉毛 然後方法也是跟之前一樣 就是也是用他的Ready Set Brow Benefit的這一支 先做一個毛流的整理 眉毛記得一定要就是每天都要稍微梳 就像梳頭髮一樣你的髮線固定以後 你要分邊的話其實就會很難分 那毛流也是一樣 眉毛的毛流也是要就是盡量的讓他們 往一個地方走 不要讓他就是都倒下來 因為倒下來的話 他會很影響你在畫眉毛的時候的感覺跟方向 所以這是為什麼 如果你沒有在看的話 都會發現我很愛梳我的眉毛 那這次呢我就沒有梳的特別的貼 在我的肌膚上 就是讓他綻放自我 然後再來呢我要用的就是 Rdell的這個 Brow Pomade 他們家的眉毛膠 嗯,是新的 然後好用 然後它裡面又附的就是 這樣子刷頭 雙刷頭跟這樣子 然後呢 就是像這樣 通常我都是會從底下開始 然後就是 輕輕的 把顏色疊上去 即可 然後下手不要一次太重 因為你要去找 兩邊的對稱 然後呢 我最近在幹嘛 最近 我現在身後就是 在包你墨禮物給大家 雖然不知道這支影片出來的時候 嗯,是什麼時候 好啦,我知道我生產的影片速度是真的有點慢 我會再努力的 盡可能的調整 然後加上我最近就是 處理一些家裡的事情 然後 就也是花比較多時間 通常我們眉毛的話 就是前面這邊都會比較 扁下來 然後這邊可能就是比較站立 所以這邊可能就是這樣子順過去 所以通常要補的時候呢 跨過你的眉毛 然後再往底下 讓它輕輕的上一點顏色 讓它整個變成明顯的一個區塊 而不是都倒下來 雖然我們眉毛剛剛有定型 然後就是還是一樣回過來 稍微的梳開它 再微微的做調整 欸 怎麼不有對焦 我通常都會先從底下啦 然後看個人習慣 因為我的眉毛都有在乖乖定期修眉 然後為什麼失焦了剛剛 所以我先畫一半之後 看起來是完整 但還沒有 然後接下來換這邊 通常就是喜歡先從這個底部囉 他們家的眉膠呢 就是有一點點的乾的感覺 但是大致上都是還是上得去 就是你在上的時候啊 其實它還是有的 只是我們在畫的時候就會覺得 好像都沒有 你看我畫到後面 其實它一直都有持續 就是如果 Anastasia不在我身邊的話 我會用它 當然Benefit也是我其中之一啦 就是我通常就是看我手邊有什麼 我們就拿什麼 然後我用的這個呢 是Taupe的色號 我超愛Taupe的 但是它上面 我剛剛認真的發現 它上面其實是有品名的 在這兒 Blonde 但是品牌給我的包裝盒是 Taupe Duh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就先 不管它吧 因為 反正就是以上面為主 上面是Blonde 我會再跟品牌說 Hello 你們是不是裝錯了 還是是我誤會了 然後再來呢 我要用的是睫毛膏 睫毛膏是Wed and Wild 其實用淺的眉膠呢 也不錯 就是就算你是深髮 很淺很淺也不錯 因為如果你有一些毛 然後你就在最後像這樣子這個步驟呢 刷上去 這樣你的眉毛整體看起來 就很有一個層次感 像這樣 有沒有 這邊就感覺上 有兩個顏色去做一個層次 然後這邊就是 畫出來的 淡淡的毛 接下來我用的是Benefit Boyin K-Gliss Concealer 這個是3號 然後呢 用一點點 在眼皮上 因為我最近開始又插回了增長液 所以可以看到我的眼周 就是有一點點色素沉澱 那這也不用擔心 就是 如果你在使用增長液的話 會有點色素沉澱是正常的 一當你停止使用的時候呢 它就 也會退掉 所以不用擔心 但是你持續使用的話 它就是一直存在著 就是你知道 你需要犧牲一點什麼 才可以換來什麼東西的概念 我會上這一層的原因 一方面就是 讓眼影的顯色度更好以外 二來是因為我的顏色太深了 所以會怕等一下的眼影 就算顯色度再夠 可是還是沒有我想要的顏色的感覺 畢竟還是有色素沉澱 然後藉由這個底呢 遮瑕的底在眼皮上 同時也讓你的眉毛看起來再更乾淨 接下來我要進入的重點了 那我要先用的是 就是這個粉色的部分 這些動作當然就是 輕輕的表面在底下 我現在很努力的就是 邊拍影片邊自言自語 也不是啦 就是邊跟你們聊天 因為 學習嘛 把不擅長的變成擅長的 然後我講完之後 我就要安靜了 它好像有一個 哈密瓜的味道 還蠻香的 是順的那種 不會有那種 太誇張過多的香精感 但是就是一個很舒服香香的感覺 對 然後我用的是 Smith的235的刷子 然後盡量讓它有一點點 削肩的感覺 有尾巴的感覺 然後稍稍的拿遮瑕呢 把它 用出一條明顯的邊界 這樣 再來呢我要用的是 這一個顏色 在尾巴這邊 加強 先用淡一點的顏色 去上 然後才知道說 位置大概略在哪裡 然後等一下再用深的顏色再加強 比較不會有出錯的可能 完了之後呢 再到旁邊的顏色這個 一樣上一點點 最深的位置 你看這就是會掉粉的原因 是為什麼我就不先上底妝 當你覺得你今天用的東西 你應該會 用的一點點髒的話 然後 你會影響到底妝的話呢 你就盡量 先不要上底妝 底妝最後上 上完之後呢 把刷子呢 刷乾淨 然後呢 再把殘留一點點的 輕輕的 往上暈 就是這個咖啡色 輕輕的就好 不要太多 然後在這條界線上 稍微的 打圈 讓它往外 走 一樣 再拿出 皺下 上一點 在頭的地方 在頭的地方 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痕跡有多少的話 就是一樣就點在這個正中間的地方 因為這邊一定是會沾到 然後就張開 這樣子 然後你就會看到 這個痕跡在哪裡 這就是你 會沾到的位置 所以就是要畫的範圍 然後我要再拿的是 這一個顏色 用的是 Spicy Choco的D3 然後上在 這個最亮的地方 哇 它比我想像中量超多 然後接著呢 我要用的是 Spicy Choco的D2 的 這頭比較大一點的刷 站在這邊 然後帶一點點顏色 對過去 最近這一陣子 一直找不到 大創的卸動機嘛 因為斷貨還是 永遠不在進貨的狀態 所以後來找了 Kirkland Costco的牌子 蠻好用的 把下面呢 先擦乾淨 不要的 多餘的擦乾淨 再來呢 我要用的是 MAC的唇線筆 畫下眼線 應該要先畫完下眼影 再畫那眼線 比較不會 可以吃掉 但是 我已經畫了 那就讓它這樣吧 這一個是 Genium Orange 一樣選的是 D3 的這支 一樣選用這個顏色 畫在下面 也是打圈的方式 輕輕的就好 然後再來就是底妝 底妝呢我要用的是 MAKE UP FOREVER 可以看到嗎 見底龍 不用擔心我還補了一個 這什麼色號呢 Y315 已經到一個擠不太出來的狀態 然後我要用的是 NYX的水感噴霧 噴一下 然後再來是 完了之後呢 再用 一支比較蓬鬆的刷子呢 先定妝在 就是 比較容易有細紋的 然後用比較蓬鬆的刷子 比較好 把這個尾巴補起來 然後再拿蜜粉 然後再眼下這邊 再來用的是 131 Smith的刷子 一樣也是它 這樣就好 然後再超級輕輕的把它 blend出去 往上blend 然後往這裡走 嗯 我有看到有人後來也有留言說 就是教修容 為什麼沒有教下巴 因為我最近都沒有在用下巴 所以就忘記了 下巴之前也有分享過 就是不要直接從你看到的地方 而是從你的底下這裡 去上 第一筆這個位置 最深的地方 就是 真的是底下 然後再把它慢慢的暈上去 這樣子你在轉側面的時候 也比較不會被看得到那麼明顯 因為如果你直接先上在這個位置的話 你要是沒有上均勻 這邊就真的是一條線 然後很明顯是 你畫出來的 然後往這個地方 往上 為什麼還有印子 其實我也不知道 這邊 不知道為什麼有兩個印子 然後是插不掉的 底下 不是這裡 也不是這邊 是底下 來後來把這邊把它輕輕的推開來 這邊已經被推不開了 腮紅的話我要用是米娜的105 然後在這條修容線上 直接延伸上去 然後一樣也是打圈的方式 這一盤的 我看看它的顏色怎麼樣 好吧 我們就用它 最大顆的這個顏色 超亮 超亮 眼線 然後我要用的是 Mac的 Absolutely It 然後我用的是 然後我用的是 Debbie 好 好啦 那最後因為再趕了時間 然後我後來發現 我後面都沒有講到話 嗯 就 我相信你們 都會看得懂的 反正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一樣都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每一支影片 都會慢慢的 進步 給我一點時間 讓我對鏡頭 再更熟悉一點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這一次的 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我趕快去 趕場了 拜拜